這張碟碟椅是設計給什麼人用的呢 就是小朋友在學校中 如果經常要坐在地上 然後就聽老師說話 如果他坐在平地的時候 他們就會動身屋小孩 挺難搞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May 之前就介紹過這張不倒翁椅 其實它就不停地讓我們 要找一個最舒服的座姿去坐 其實在訓練我們的肌肉 身體所有地方 保持我們身體不好 在靜止狀態地做事 反而會加速我們的專注力 但除了這張椅子外 還有一張這樣的碟碟椅 這張碟碟椅是設計給什麼人用的呢 就是小朋友在學校中 如果經常要坐在地上 然後就聽老師說話 如果他坐在平地的時候 他們就會動身屋小孩 挺難搞的 但這個底部也是有一個 好像鑊的形狀 會搖搖搖搖 當他們滿足到他們的身體 告訴他們的訊息 要他動 要他不定 滿足了之後 他就不會再費心思想 怎樣令自己動 反而就會看開另一個 腦袋那邊的專注力 其實這個碟碟除了被小朋友這樣坐 外 其實在家裡也可以做 當運動 它是一個小碟 其實我在地下龍買了那些 玩的那些球 我想不到它 但其實你站上去可以平衡 平衡到的 平衡到的情況下 你再做Squad 這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 很好運動 不平衡的情況下做Squad 亦可以用來做Planking 去拿它來做 如果Planking 平時Planking 會這樣放 但是如果 把手放在這裡 然後做Planking 也可以加強 Planking的難度 還有它有一個 第三個設計 很有趣 你可以移動 雖然下面的鑊 這個弧形 但它會設計到 當這個弧形去到最盡的時候 手是不會夾到的 如果 先看這裡 這樣 手去到盡的時候 這個位置 還有一個位置 是留下的 這樣手就不會夾到 在這裡 在這裡 平時有些 其他平衡的Disc 都會夾到的 因為擠丁那裡 沒有預留這個 沒有預留這個 坑位 最後也想提提 它其實已經做了一些 抗菌的塗層 所以只要拿水抹一抹 其實細菌 就算留在這裡 或留在這裡 都無法發生 所以這個 是在美國 設計和製造出來 是很幫助 我們現在的 我們大人 小朋友也是 的專注力